茶香入酒 竟然要靠这罐饮料 台湾人喜欢品茶 单纯的热水冲泡可以品茶香 但最近不少调酒师喜欢以茶入酒 不过不是所有茶种都适合 像我试过的话 我比较喜欢的是像是包冻茶 包冻茶因为它本身里面 会有一点奶香的味道 然后像是伯爵茶 因为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感觉的香气 然后以及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一个提款因会有一种碳焙的味道 以茶调酒要先萃取成浓缩糖浆 一般精度发酵的包冻茶萃取茶汤时 先将水和糖煮融 下包冻茶 茶叶松开后 顶多再煮30秒 过滤茶叶 放凉就是包冻茶糖浆 重发酵的薄菊茶萃取方式 和包冻茶类似 不过下茶叶后 需加盖煮3分钟 滤出茶叶后再回锅 浓缩成伯爵糖浆 过滤放凉 也是重发酵的 铁关因方式特别不同 这样子的方式的话会变成 它的丹颖味会很容易过重 那时候就是有想到的就是用可乐 跟焦糖化的方式去 把它的味道去变得更柔和 然后味道的丰富性也可以 就是取决的比较多一点 干锅烧热下糖 煮融 制焦糖化 这时加入可乐取代水 增加风味 持续煮到焦糖融化 约10到15分钟 加入铁关因茶叶 再下丁香和八角 再煮三分钟 过滤 降温后可放冰箱保存 这些糖浆可直接冲泡 或搭配鸡酒 果汁等调酒 风味明显又清香 用新闻 酒后请勿开车报导